竹山政工所考量到受到疫情影響 民眾收入大減 也透過中央計畫補助 申請了40位安心上工名額 並針對政上弱勢戶優先錄取 希望能夠照顧到這些政民 減輕他們經濟壓力 這次安心上工的這個錄取的條件 政長比較考量的是 以這個重低收跟低收 以及呢有特徑 家庭狀況有一些問題的家庭 能夠提供適時的協助 這次安心上工專案 主要的工作內容項目是 我們做我們這個鎮上 一個簡單的環境清潔維護 以及我們現在因為 把廚餘來鑽有機土之後 我們來種植草花這個工作 目前我們也需要一些人力來協助 這一批我們錄取40個 那實際報導總共有38個 那往後會試狀況 政長會再爭取相關的名額 對於政工所指示所辦理的 安心上工規劃 也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 讓他們在疫情衝擊下 還能夠有工作機會 來增加收入來源 我是覺得有工作機會的話 就都可以嘗試看看這樣 對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可能因為政策 所以失去自己的工作時間之類的 所以就可以藉由這個機會來 就是賺些生活費這樣 對 現在上半期間就是有一些限制 然後想說透過這個機會 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生活費啊 像也可以減少一下家裡的負擔這樣子 然後這個剩湊我覺得蠻好 先遠參門兒感謝政公所照顧民眾的用心 而對於疫情衝擊民生的情況 也希望中央能夠下廂了解 並規劃出更多政策方案 才能夠有效的照顧民眾 主張政公所有去請出這40個人員 40個安心上公的名額 讓我們年輕的學子也好 或是說在這裡的長輩可以補助來做工作 來讓這個生活上的一個補貼 真的這些民眾這些鄉親 真的都很辛苦 怎麼樣讓我們的鄉親 能夠在這嚴峻的三級街戶 能夠度過這個難關 我想這個政府真的要稍微的思考一下 在此我也呼籲中央 是不是能夠到地方來關心 知道地方的苦 知道地方的痛 議長和勝峰肯定政公所的用心 另外對於疫情衝擊產業經濟的情況 也呼籲中央要積極了解 並規劃更符合民眾需求的紓困政策 才能夠實質改善 因為疫情造成的民生問題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